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Duo Forte的Bartalk系列 今集來到我們的第七集 可以分享一下一直以來的心路歷程嗎? 心路歷程嗎?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不如你先分享 我先分享極大的挑戰 簡單來說 你要處理四十四首不同的歌 和風格 這是極度的挑戰 我覺得和口琴一路以來合的挑戰 就是因為他們有口琴 他們的Tuning 是一套一套黃片 買回來的 Harry手上的黃片 就是四四二 我曾經跟他玩過 他有一套黃片是四四三 四四三 如果在樂團玩開 所以琴的朋友都知道 四四三是極高的 所以其實四四二 已經算是非常好 不能夠再高了 所以我覺得和他合的困難地方 就是那個音準 那個Pitch的Frequency 要調整到他們 所以我四四二 需要一些時間去磨合 因為口琴的黃片 就是造商是在德國的 他們那邊出產 就四四三位選擇 我曾經有特別要求 我那時候買回來之後 就自己弄 把他調整到四四三 他就會拉得比較 聽得比較舒服 舒服 對 夾的音色上面 的blending 我們這個 真的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加上這四四首的時候 就是 非常之有挑戰性 真的 我們還有一集 對 我們還有一集 你猜我們還有一集 什麼時候會完成 跟觀眾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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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之前 7月之前 好 7月之前我們就一定會完成 其實很多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這個系列 以及其他的影片 我們盡量都會 繼續和大家更新 為大家送上我們Bad Talk系列的第七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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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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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